台湾布农族传统碎石记忆很多 除了重大的摄尔记住外 万荣乡东光与大马园部落族人特别重视拔臂记 由部落齐老助力真木为部落孩童祈求平安 如真木般茁壮耸立 而现场徐中卫也亲自列临祝福 东光达马园的单色布农族人高悬山路皮毛衣 下方挂上以真木细枝做成的小锄头 部落齐老把小真木组一排列在场中央 进行传统碎石记忆 马比道向天神祖灵 祈求部落每一位孩童如真木一般 耸立茁壮 没有脱脑后还有身体没有病 台湾布农族由五大郡社 传统碎石记忆也大同小异 万荣乡马远村皆以单色布农族为主 族人依传统木科画力时序 今天举办马比道八亿计 现场六七十岁的齐老多数都没经历过 因此也相当珍惜这一次机会 永远到场重新学习与传承 我们以前都没有用过这个 他们说以前都是那个 马拉带马拉带马拉带 就是我们Takivatan就是有这个文化 马比道 马哈巴桑你阿滴基先生说 有参加过这个吗 没有 马比道 我们也有阿滴基先生说 有参加过这个吗 马哈巴桑你阿滴基先生说 有参加过这个吗 没有 有参加过这个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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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仅重现布农族丹社群 马比道八亿计仪 也是东光与达马园两个部落 第一次共同办理 令与会包括现议员简智龙 乡长古明光等地方贵宾高度肯定 多一些的年轻人帮我们长辈 其实包括我们的我们理事长就包括所有我们一些的部落部事务组长其实都蛮对文化的附赠这件事情非常的一个认同 那其实应该就是说文化的附赠它的最主要的目的不是施舍而是来自各位的一个认同感 我向工作我们还有新政府非常的欣慰 未来也是我们服务跟启发的一个重点 周末假日行程满党的欢迎县长许正卫一早也专程南下参加这一场布农族丹社群的马比道 和现场所有族人共同唱布农族歌谣 对族人积极附赠并传承文化的用心深深感动 把古老的谷调我们以前小时候儿时听的歌曲唱出来 所以我们要先要赶快对不对 要加油加油快快快 接着布农族歌谣县长许正卫和部落祈老 共同为部落孩童祝福祈求平安 每个布农族孩童都能如珍如般高耸彈天 布农族文化开枝善业 记得是月人万荣采榜报道